各位同学晚安 今天晚上礼拜一 又一个新的礼拜开始 而且已经接近到8月底了 那我们继续来看 今天的进度 我已经准备好了 那今天日子过的跟往常一样就是 自主健康管理 起床 然后处理了一点翻译 同学给了一点翻译 翻一翻 看看书 这本书已经看到 295页 30张 超过30张 几乎看了三分之二 后面剩了 几张应该很快可以看完这本书不错了 也推荐给同学那我有 时间够的话我会来把里面的东西讲一讲 确实不错 那今天晚上 也上到了一位 救生复课 因为他是排班制 隔了一段时间 在复课 上得非常不错 文法课 那也提供同学感兴趣 这种课程 非常受到同学的欢迎 效果非常好 搭配了音音字典 然后告诉你 照具直接用照具来说明文法 然后自己练习照具然后导正不正确的观念然后把 常见 我们在阅读写作上会遇到的一些文法问题 单独挑出来讲 我不直接讲文法概念 我会搭配 我自己个人在 教学上跟我自己实际遇到的经验上面 不对的地方提出 一针见血 鞭辟入理的 这种 解说 所以这位同学复课 一定值为票价 在这边也刚胸吼一下反正要开学了同学有希望 这一类的 协助的 这一类的课程蛮方便的就用这个同学用LINE 那我现在已经累积上课用的不同的通讯软体 上课的平台 有 陈同学的Google Meet Stella小朋友的Skype 这位应该是林同学还是陈同学忘记了 他的LINE 已经三种不同的 软体 现在唯一还没有用的是 明治科大指定的用 用的 好像是 用的好像是微软的 另外一种软体 这个 我还没有实验过 但我已经登录了 这样子 等实验完的结果怎么样 实际使用的结果怎么样 再来跟同学做报告 所以同学不管选用哪一种 都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对我来讲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 也不必另外加装什么额外的 外接的 配备 像我用耳麦 用 笔电 他的一些基本的镜头的配备就可以了 不用 用什么奇怪的 外接其他的东西 都不用 好 这个是港匈喉部的部分 我们赶快 回到 温年 那当然今天的防疫餐吃的也不错也蛮饱的 呃 这种锋利副的奶粉是不能少啊 他的提供的营养的养分确实喝完之后呢 也提供了很多很多 一天当中需要用像我用的脑力跟我用到的体力是差不多的 那喝之前跟喝之后感觉到 我确实是不一样 当然这有加上我慢慢恢复有氧运动之后 身体的新陈代谢各种方面 产生了一些很很不错的变化 第一个比较不会 昏沉沉昏昏欲睡 第二个是 呃精神会变得比较好 早上起床的时间都固定在8点9点10点甚至更早 比较不会一觉醒来接近中午 这样就慢慢恢复作息正常 那我今天的防疫餐吃的也不错 呃下午吃的是 呃所谓的 早午餐 是吃了吐司 然后呢 吃了一点 呃稀饭 这个稀饭是因为原来蒸饭 一锅饭剩下柴鱼的饭啊把煮稀饭可以不会浪败掉 然后呢 晚餐吃的是细面 手擀面的细面 跟 呃昨天剩下来的这种 苏苏苏菜汤 加一点肉片啊这样非常营养 再加上 呃目前已经喝了三杯 这种风力腹奶粉 晚上睡前再一杯啊那就今天一整天的营养就恢复了啊等于说为开学前做做准备 好 那我们现在赶快回到 呃 Jack Welch的Winnick 同学非常喜欢的这种 HR的部分 那前面讲到 呃Jack Welch他认为他 生命当中整个职业当中职场生命当中 遇到的贵人就是 HR 里面的人 那因为 这一类的人必须兼具牧师 Pastor跟 所谓的 呃 父母 呃就为人父为人母的这种关爱跟所谓的 呃 监护 呃把小孩子当监护人监护 的这种 双重角色 那他唯一能够觉得想到可以在书里面拿来特别强调的 就是一个叫做 呃 Bill Connady 然后他在当CEO的时候的一个人资长 好他我们来看看他怎么介绍这个人 I came to appreciate Bill when he was head of HR for aircraft engines The business had a huge crisis in 1989 when it was discovered that one of his employees have bribed an Israeli Air force general to get a jet engine contract What impressed me was how Bill dealt with the people involved in the mess some of whom were his peers and friends 好 这个里面他就举实力了 我想说 呃 一般你看到老美写的东西不会讲一些虚无缥缈的 他一定举实力给你看 而且这个例子跟他所提出来的论点是相吻合的 不像我们 比较喜欢作文比赛 喊口号 空洞的东西实力没有 有时候举的例子跟他 讲的论点 不吻合 哈哈哈 这就怪了 好这样子 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讲什么 Jack Willsh说他 第一次 感觉到 欣赏到 Bill Carnley 的这种才能是在他的 还在担任 机翼里面的 航空飞行引擎这个部门的人资长的时候 哦 他就 第一次看 看到这个人有特殊的才能 为什么 因为这个部门呢 在1989年的时候 出了一个大纰漏 捅了一个大楼子 出了一次危机 那显然 Bill Carnley 这以人资长这个部门人资长的身份把这个 捅出来的楼子处理得很好 让 Jack Willsh感觉到这个人 哦 不得了 深长不漏 哦所以 Jack Willsh是一个博乐 他向到那匹马 千里马 那1989年发生了什么事呢 1989年我刚好从官校毕业 在这个时间呢这一年呢 呃 爆发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这个部门 航空引擎 呃制造部门里面有一个员工 呃行贿 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将军 来取得了喷射机引擎的订单 哦这样子 那 最让Jack Willsh感觉到印象深刻的是 Bell当初的这个航空飞行 引擎部门的人资长 在处理 所有 涉案的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处理得非常好 让Jack Willsh真的哦 开了眼界 就认定这个人是一个 可以 可造之才 明日之星 那涉案的人呢有一些人是 Bill Connolly 他自己本身的 所谓的同侪 而且甚至是好朋友 那他必须要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对自己的同侪 对自己的好朋友 要做公正的处理 这确实是一件很违反人性的事情 但是Bill Connolly 处理得很好 He had to make incredibly painful recommendations about letting people go and he did it with a kind of candor compassion and diplomacy that is the ultimate hallmark of a pastor parent 那身为人资长 他择无旁贷 躲不掉 所以他就必须要 忍痛 做出一些人事上的建议 怎么样 让这些涉案的人 离开公司 就解聘解雇等等 开除都有可能 这个有点像我们讲的灰类斩马术 但是呢这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 很痛苦的建议但是 Bill Connolly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他处理的非常的四平八稳 处理的非常的 呃 所谓的 圆滑 我不能讲圆滑 因为圆滑有点负面的遗憾 他应该是处理的 面面俱到 为什么 可以面面俱到 让人家 没有办法去 讲上任何的 对他有所 诟病 为人诟病的地方 或是抓他的小辫子 为什么 因为他处理的方式 是用一种 坦承 Compassion 而且 他能够有同理心展现出热情 好像这件事情 虽然 我不是当事人 我不是赛人 但我要用同理心 我要用我的热情 来处理这件事 把它当成我自己的事情在处理 And diplomacy 这个外交并不是真的我们所讲的外交 而是他需要跟各个不同的公司内公司外 甚至跟以色列这边的公司做 沟通联系 所以他牵涉到两个国家 不同的国家 这叫外交 他不但公司内部的事情处理的四平八稳 他连以色列这边也搞定了 这叫外交手腕 所以 这种跨国企业里面的人都必须有这种伸手 这样子 等于说这个Bill Kennedy的伸手已经不下于我们一个 外交部长 层级的这种 他的手腕 几乎已经在这个 等级了 但他那个时候只是一个 公司部门里面的一个 人资长 他还不是总公司的人资长 他最后 是到了总公司的人资长 他现在只是那个部门的人资主管 他就有这种 哦 这种手腕 好 继续往下看 That is The ultimate Hallmark of a pastor parent 他所展现的这些 处理的方式所展现出来的 所谓的正直 热情 跟外交手腕 通通加起来就是所谓的 Jackwell讲的这种牧师家 父母亲 的一个总和的这种极致的 表现 那个叫 Ultimate Hallmark 等于说 Bill Kennedy就是这个案子之后 爆发的这个案子之后处理的很好 收尾收的很好 塑造出来的一个又像牧师 又像父母亲的这种 让人家当成一个指标来看 的一个 终极表现 所以 他才能够得到 Jack Welch的青睐 生了 Jack Welch当上CEO之后就立刻清点他当人资长 总公司的人资长 是这样子 好这样 if your HR is on track pastor parents are ready to handle frictions and crisis channeling anger forging compromises and if maybe negotiating dignified endings 如果你的人事部门里面的人 是在正轨上 运行 是已经到位 而且 已经在正轨上运行了 这种 这些人呢就是所谓的牧师跟双亲的这一类的人 身具这两种身份的人 就已经准备好可以接下来去处理 纷争 局语 摩擦 跟危机 这些人就是专门处理这种这类的问题的人 他们可以 让 公司里面有怨言的人有怨对的人能够 抒发他们的 气愿 然后呢 能够 行塑 塑造出来 相互之间的妥协 然后呢 需要的时候必要的时候 也可以 去 协商 出一种 皆大欢喜的结果 就是双方都有阶梯可以下 双方都有下台阶的圆版结局 这样子 这就是HR的人的一个 最重要最重要的功能 你如果没有具备牧师跟 父母亲的这种 双重的 身份跟角色 是没有办法把这些事情一次到位都做好的 他们永远在那个地方 去协助经理人 能够把人的管理做好 从旁协助 这样子 Practice 2 Use a rigorous non-bureaucratic evaluation system Monitor for integrity with the same intensity as Sarban's Oxalate Act Compliance 他第2个案例 实例 第2个措施所讲的 他下面也举例了 要用一个强而有力的 而且呢 他是不带有任何的官僚 的 系统 里面所看到的这种繁文入节 的 考核系统 不要搞得很复杂 不要搞得太官样文章 而且要强而有力一次到位这种 去 监测 单位里面的人的 连接度 这种严谨的程度呢 要跟 去遵守 这种叫 杀兵法案 一样的 强度 他的强度 要跟你去遵守 杀兵法案 一样的强 那个Sarban's Oxalate Act我前面提过 是2001年 有一个丑闻叫 恩隆案 叫Enron 那我刚好在美国我写的一个专案报告 回国 他就是属于一种 欺骗投资人 然后呢哄抬股价 用不同的 子公司 来分散 公司里面的呆账跟债务 做假的 账面数据 让股价可以飙高到 非常高 然后最后公司突然宣布倒闭 那个股票就变成从 好像是一股九十几块美金跌到 还不到 5分 0.25分吧 结果 华尔街当场血流成河 这样子 那所有的监管单位的人都被 Enron这个公司的漂亮的财报跟无鬼搬运的手法骗到了 虎过去了 所以 这个Enron的这件事情之后才有了一个众议员跟一个参议员提出了一个法案 是专门去监管监控 公司里面的财务透明这一块 这样子 这个叫做 Sarburns Lockley Act Compliance 这个非常的严格 要去 每个公司都要去 按照这个法规来做 这样子 那我还记得我 十多年前这个法案出来我刚 呃 刚刚退伍没多久 呃我 凌围受命被一家 呃 呃语言中心外派到 在信一路上面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信一路五段上面的 呃所谓的一家广告公司我们国内最大的两家 那美商的广告公司一个就是 McKen Eriksson 就是我去的那一家另外一个是 澳美 那我去的那一家就是为什么我会去上英文课因为就是因为这个杀兵法案 刚开始实施所以他们的集合很严格而且 那个 McKen Eriksson里面的 呃属于 会计部门的主管他们要准备很多的东西美方要来查他们 有点利有味待 以前被碰过 所以我就去专门上 这类的课程 让他的整个集合一个礼拜 就是按照这个杀兵法案 整个集合审核过关 我的课程 才结束了 所以我 除了Enron这个案子我有经手之外 我又写一份报告 这个Sarbon Oxley Act在台湾 美商公司执行的时候 我自己也有到美商公司去帮忙 会计部门 包含人事部门也有啦 这样子 那刚好是七元 刚好有这个运气碰到 所以我还算是国内这一类经验算蛮丰富的 那 Jack Welch就讲说 大家还记得企业丑闻发生的时候 是如何的动摇美国的经济吗 他讲的当然是Enron 你那个能够动摇到美国的经济的国本的 Enron算是一个大案子 我当初会写专案报告回来 也是因为那个案子闹太大了 政府部门的反应非常快 马上就通过了这个叫Sauberance-Ockley Act 然后马上就防止后面的很快的防止 透过这个法案通过之后 很快防止类似案件在发生 这个案子这个法案 他特别规定了 法令里面明文规定了 法则 就是如果你是CEO或是财务长CFO 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巧妙的去规避了一些相关的法令 然后呢 用假的数据 隐藏的数据 去画牙去签署的话 因为你签署就变成有效的一个财报 不管在报税上面或是对投资人 或是对股市的股票市场里面的相关的资讯来讲 都造成有一定的公信力了 是你去签署的 造成你造假 欺骗了投资人 欺骗了政府部门等等 如果有CEO跟CFO做这种 报假账的事情 报假数据的事情 用巧妙的手法 可能轻则罚金 送则 入坚服刑 或者两样都要 又罚金又入坚服刑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法案 表示美国政府对于这种 Enron Scandal 这种类似的事情 不希望它再发生 而且回应非常快 而且截至目前为止 果然有效 我们观察的结果是有效的 这个法案呢 为什么很必要呢 因为它能够 让财报 所有的公司做财报的 这个财务报表的财报里面 它的可信度增加 因为Enron就是做假数据 骗投资人 把股价烘抬在高点 然后内线交易 宣布倒闭之前 大股东都已经先出拖了 出在最高点 是这样子 然后坑杀血流成河的 那个投资人同样去想 从90几块美金跌到0.2美金 这样子 而且这个法案 也可以恢复投资人的信心 I just wish that evaluation system got the same kind of attention and rigor After all financial violations happen because of people Jack Wells讲说 我真希望 这样的一个考核系统 不同的单位有 不同的公司有 跟企业有 他们的考核的 自己的考核系统 他讲说 我真希望 人员的人事考核 也能够跟财务的集合 政府的这个Sarban Ackley 这个系统 一样的严格 一样的收到大家的关注 一样的这样的密不透水 就不会有人在里面造假的意思 我们的人事制度系统 如果能够跟那个 政府推出的 政府 推出的这个法案 签署这个法案 一样严格就好了 他内心希望表示说 实况不是如此 After all financial violations happen because of people 他说 终究 财务上的相关的弊案 违规等等 都是人所引起的 所以我们一直讲说 人很重要 但是我们始终想不通 人那么重要 就是我在讲说 我们的国防部一天到晚 在那边搞东搞西的 没有想到大脑是清朝的大脑 你在换什么装备都是没有用的 这样子 那现在报纸听说要跑回去踢正步了 这个我不觉得怪了 你认为老邱除了踢正步 刺枪他还在干嘛 老邱又不是很会刺枪 很会踢正步的人 通常我们 我们陆军官校有一个传统 这个传统其实也无可厚非 就是按照身高边连 那我以前为什么叫一对连 跟真步连 因为我的身高刚好排在第一个连 就是属于最高的那一群里面 那老邱那个 我看不是倒数第一个连 就倒数第二个连 就是撇刀的时候 那个刀会砍到地上的那种 他如果说因为我以前是一对连 我以前是正步连 我太缅怀我们以前的丰功伟业了 所以我希望恢复比较好 那还勉强说得通 这样子 所以我不知道国防部这些人 说要恢复 陆军官要恢复正步 反正也不是我去踢了 可能现在陆军的学弟妹不踢正步 已经不知道要干嘛了 打手游了 所以抓去踢正步 让他们过过苦日子 也好啊 我没有什么意见 这样子 表示说 老邱认为 或是国防部的人认为说 陆军官要欠抄 先从陆军官要开始抄 也好啊 他 虽然我不赞成踢正步 但是要去抄现在陆军的学弟学妹 如果真的很欠抄 就让他们抄一抄啊这样子 所以都是人的问题 我一直在强调所有的东西都是人的问题 但我们最不注重也是人的问题 这样子 那如果能想出要从陆军官要开始恢复 踢正步就知道我们人的素质有多差了 这个有点像说 我们太怀念以前是坐牛车了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取消高铁 我们台北到高雄敢用坐牛车 缅怀一下当初的 拼手知足的这种农村的创业精神 好这样子 道理有点像那就表示说脑袋瓜已经全部烧坏了 或是原本踢正步就踢坏了 那我们也很快看到报纸就登出 又是 国防安全研究院各种学者专家出来讲 包含立委讲踢正步怎么样 里面没有一个人踢过正步 根本搞不清楚正步是什么 但是呢出来大声疾呼 大棒绝词都是这些人 你觉得有公信力吗 我出来讲都比这些人有公信力 至少小弟我一对联的 我踢了正步可能比他们这一辈子走的路还多 更不要忽略我是步兵的 所以我走过的路可能 比他们走两辈子走的路还多 所以我们呈现一个外行领导内行 什么东西好像找一个学者专家给他一个什么帐 他就可以出来胡说八道 这个就是宫廷思想 重点是有没有说服力 这样子 包含那个何启胜我都不认为他会踢正步 他还是去人力银行 或是什么龙岩去搞一搞算 我之前还讲 我们正在学校的同学 为了躲避正步在正在学校 跑到顶楼叫人拿温帐杆把手打断就不用拖枪了 那个都还发生在正在学校 那我也不相信 木兰春的 学姐学妹 他们也很喜欢听正步 他们比较爽不用拖枪 这样 所以整个都是人的问题 国防部的这些人脑袋不换 再好的武器都会被当成垃圾来用 浪费公堂的意思 所以需要换的是换脑 大脑要换掉 Yet People evaluation systems are too often just exercises in paper pushing 讲得太好了 人这么重要 人的考核系统当然就重要 但是我们太常看到 人事考核的系统 只不过 流于形式 成为 纸上作业 的一种 公文旅行 而已 大家在那边坐在桌子上面 弹公文 文操公弄一弄 流于形式的意思 Earlier in this book In a chapter on candor I mentioned that I often ask audiences How many of you have received an honest straight between the eye feedback session in the past year? Where you came out knowing Exactly what you have to do to improve And where you stand in the organization 这本书的前面几个章节 在前面的时候 一开始他就有提到 那 这张节叫做Candor 叫做 坦诚 在坦诚这一张 可能是前两个章节 Jack Gould讲说他有提到 他通常在外面演说的时候 巡回演说演讲会的时候都会问观众 问听众 你们在座在场的 有多少人 真的有接受过 人事考核会议的那种会议是怎么开的呢 是 非常的 坦诚 而且呢 大家面对面 那个叫straight between the eyes 面对面的直接沟通直接回馈 这种考核的 会议在过去 这一年当中 有多少人有 接受过这样的一个 人事考核会议 Where you came out knowing exactly Exactly What you do What you have to do to improve 那在这样的会议里面呢 你 开完会出来 你就很清楚知道 你到底哪边需要改进 要怎么样的去做改进 然后呢 你在公司里面的地位到底在哪里 你在公司里面的 角色到底在哪里 那想到这边 我要很坦诚的跟Jack Wells讲 我在Fort Benning 1991年就是这样考核的 我们的考核非常严格 先不讲平常的 教官给我们的考核 我们同学跟同学之间也要相互考核 我们班上每一个人 要交叉考核 而且要把人事实低误 写在那个表格里面 写得很清楚 为什么你觉得 你要考核的那个人 好好在哪里 举例 要讲得出例子 你说他哪边比较弱 你要举得出例子 他为什么哪边比较弱 那个叫peer evaluation 排长考核我们 我们每一个 训练的每一站 的教官 实际考验我们 考核我们 打成绩 每一个项目 市官长考核我们 因为市官长负责所有的建策 那排长就负责把 所有收集过来的 资讯 汇整成一个 其中 或是期末 的一个评估报告 这个评估报告是面对面直接 叫到排长市去坐下来 把资料摊开来 一项一项的告诉你 你的表现整体而言怎么样 你哪边比较差 哪边比较好 我写的评语是这样 我念给你听 然后你有没有什么意见 这个就是 Jackwell讲的 其实是从美军 早就有了 我在for banning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一项一项 这一项 重复 20% 的观众 这一项 很好的日子 但是 平均的 答案 就是 10% 他说他再重新讲一次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 他问了这个问题 如果运气好的话 在他参加的那个场次 那一天 调查到的数据有20%的 在场观众会举手说他们有接受过这样面对面的直接性的回馈的人事考核会议 但是呢绝大部分 不是像 他碰到了 20% 最好的 这么好 平均大概只有10% 而已 就在场只有10个人举手 10%的人举手 不是10个人 在场只有10%的人举手 100个人里面只有10个人的意思 他的平均 表示有的 只有10% 最高 运气好 20% 平均 只有10% 10% 他讲如果我这个非科学性的调查 研究 跟现况是很接近的话 那就表示 有 很少很少的公司真的有去做有意义的 所谓的 现成就会有一套 已经有的 已经 是很完善的这种有意义的 人事考核制度 表示是根本没有建立完善的制度 是临时抓虾乱写 纸上作业 那个叫 Paper pushing 这样子 That's not just bad It's terrible 这个不但是 很糟糕 而是 非常非常的糟糕 叫 Terrible 糟糕的 无以复加 You simply cannot manage people to better performance if you do not give cannot consistent feedback through a system that is loaded with integrity 他讲说 你只要 没有 给 你的 员工 坦诚的 而且呢 一致性 持续性的 人事考核的回馈 因为 透过一个 充满了 刚正不阿 不藏务纳购的一个 Integrity 就是 他的品德操守都很好的 这个系统 里面没有藏务纳购 没有任何作弊 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不透过这样的一个 公正连结的机制来做坦诚 一致持续的 互动回馈式的考核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 去管理你手里下的人 让他们能够 亲近他们的表现 等于大家都在虚伪造假 这样子 There is no one right way to evaluate people Every company will devise different forms and different methodologies but any good evaluation system should share some characteristics 他讲当然啦 人员的考核 没有一套 单一正确的方法 因为每家公司的 状况性质都不一样 所以他讲每一个公司都会设计出不同的形式 跟不同的方法 来做人员考核 没有一定要怎么做 没有统一的标准 但是 任何一个好的 人事考核制度 必须要有一些 共通的特性 也就是说不会全然一样 但是有一些共通的特性 是必须都要有的 他讲哪一些 Integrity就不能少啊 你必须是 CAD Consistent Feedback 这个就不能少 这几个是不能少的 好 38分钟 我们下面这个 这个我看 下面讲了很多小的要点 我们下次再讲好了 因为我怕这个一讲中间中断就不完整 我希望下一次的时间把下面我们看到出黑体制这个小节的部分 一次所有的小节全部讲完不要切割 这样完整性比较够 否则我现在讲顶多以现在的时间顶多讲 一到两条 又中断了 后面应该还有 将近半夜 我们就留待下一次再来 且看下回分解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非常不错 他等于有前后呼应到Canada 跟他去演讲的时候调查有谁有做过这种 Straight between the eyes 就像我刚刚讲我在Fort Benning 我们排长把每个人叫到他的办公室去 排长室里面 面对面的把所有数据统整出来 平常就持续在做 连同学之间 都要互相 做评论 做考核 这么严格 美军 这就是美军 老邱你不是名人堂吗 你到底在搞什么 美军该学的 好的通通不学 自己在那边搞一堆有的没有回去踢正步 你那么会踢啊你先踢给我们大家看吧 这使你宝刀未老啊这样 好那我们就有 呃我 我提议一下好我欠一下要听证部要叫官校的学生听证部很简单吧 老邱 国防部长 呃带着 参博总长陈宝宇 带着 呃陆军司令徐原浦 然后呢 带着 国防部的 联餐 只要是陆军的海空军 正在我们先排除 只要是陆军的正在你也是挂陆军的正在的全部那边 中将以上 加上 六军团指挥官 十军团指挥官李造明 六军团指挥官 中庶民 八军团指挥官 哦那个那个带什么的 我都忘记他的名字了 加贺政 加花防部司令 啊加上 反正你是中将以上的啊 加军军防部司令 呃金房部指挥官马房部指挥官一干人等通通编成一个 哦月一个一个正部的阅兵班 10个人就好 先踢一遍给我们大家看吧全程录影 我看你都会踢 我看你讲说多啊有纪律 啊多 一太 我刚刚讲的这些人有什么一太啊 那个一太连司官长都不如 啊这样 这样子 所以 不要再唬烂好不好 你们这些 你们这些外行不要再唬烂 我正不连的 我 我是58期的 哦一对连的 而且我下部队每一次 金城年要出去冤冰分裂我都是张总指教官 哦要踢正部以前金城年开讯要先踢正部啊这样 所以我刚讲的就是 老邱先带着徐元璞先带着 哦那个陈宝宇 与一干人的 贺政 啊这些人 几个军团指挥官 北中南东的 外岛的先组一个阅兵 班 踢一遍给我们看吧 我们看一太多好多雄壮为伍嘛 踢不好 就不要叫陆军官要学弟丢人现眼叫陆军官要先去试办了 你们都踢不好或者我也要 你想踢也可以进来单独踢给我们看啊我看你都会踢了 或是何启胜 你觉得你很会踢你踢一遍给我看看我阅兵脸的啦 我看你都会踢 啊这样子 好 刚刚那个开玩笑了 博军异笑 好 我们就来看我今天念到哪边 好 I came to appreciate 任何后我就念一下今天就大功告成 好直接开始 I came to appreciate Bill when he was head of HR for aircraft engines the business had a huge crisis in 1989 when it was discovered that one of its employees had bribed an Israeli Air Force General to get a jet engine contract what impressed me was how Bill dealt with the people involved in the mess some of whom were his peers and friends he had to make incredibly painful recommendations about letting people go and he did it with a kind of candor compassion and diplomacy that is the ultimate hallmark of a pastor parent if your HR is on track pastor parents are ready to handle frictions in crisis channeling anger forging compromises and if need be negotiating dignified endings they are there to help managers manage people well practice to use a rigorous non-bureaucratic evaluation system monitored for integrity with the same intensity as the Sarbanes-Oxley Act compliance remember what happened when corporate scandals rocked the American economy the government reacted quickly by passing the Sarbanes-Oxley Act which mandate a fine or jail type or both for any CEO or CFO who willingly sign off on bad numbers the Sarbanes-Oxley Act was necessary to get quotability in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restore investor confidence I just wish that evaluation system got the same kind of attention and rigor after all financial violations happen because of people yet people evaluation systems are too often just exercises and paper pushing earlier in this book in the chapter on candor I mentioned that I often asked audiences how many of you have received an honest straight between the eyes feedback session in the past year to repeat 20 percent of the audience raises this hand on a good day but the average yes response is about 10 percent if this unscientific research is anywhere near right very few companies have meaningful evaluation systems in place that's not just bad it's terrible you simply cannot manage people to better performance if you do not give candid consistent feedback through a system that is loaded with integrity there is no one right way to evaluate people every company will devise different forms and different methodologies but any good evaluation system should share some characteristics 好 我就念完了 46分鐘 非常感謝在50分鐘之內沒有拖了油車會有長 今天講的就到這個地方 然後呢 這個 John Gresham的 Whistler 我看時間夠不夠可以念個一小段 47分鐘還可以再念個一小段 好 好 我就念第三十張的這個 這個頁面好了 讓同學體會一下這種小說好看在哪裡 Wilton Mays said he was calling from a payphone And he did indeed sound nervous Even jumping As if looking over his shoulder Tomorrow Limon Grit Wilton was taking his wife to see a doctor In Panama City A specialist Of some variety He wanted to meet Lacey At a doctor's office A place no one would suspect Wilton gave her the details And asked If she could Identify good She said no She had never met him But her boss could And her boss would insist on being with her Wilton wasn't sure How this would sit with Grit But they would figure things out At the doctor's office Don't be surprised though If Grit didn't like it Lacey and Michael arrived an hour early While he stayed in the car She entered the building Part of a busy medical arts complex With doctors and dentists On fourth level She loitered around The ground floor Read the directory Stopped by a cafe Then took the elevator To the third floor The office flown to a group of Gynecologists And its large Modern waiting room Was filled with women Only two accompanied by men Lacey returned To the car And waited while Michael went inside And covered the same territory When they returned He agreed the place was harmless A perfect spot For a clandestine meeting Dozens of patients were entering And leaving the building At 1.45 Michael nodded to a couple Leave in their car And said That's great About six feet tall Sing But with a potbelly His wife had long dark hair That was Braille That was braided And she was much shorter And stuck here 好我就念到這個地方 我剛好看到294頁 非常不錯 這個寫景 寫 好的小說家寫景 他寫的那個 一寢一物一草一木 跟人 在現場的活動 你看了就覺得你就在現場 那就是好的小說家 你不但感覺你在現場 你連那個氛圍都覺得 可以感覺得到 那種緊張 這樣子 好 當然讀起來跟我們讀這種屬於 人事管理或是 管理的會有不同的感覺 都是好的 這種讀物 這樣子 那也剛胸口部 快開學了 同學有各方面 從小說 到管理課程 裡面的各種 裡面我 一直在講的這種刊物 或是經典 經典就是像 The catcher in the ride 這一類的 同學有需要這種閱讀導讀 人文素養需求的 課程 尤其是 以線上為主 一次上一個小時 我剛剛秀給同學看的這種 用Line 用Skype 像Stella小朋友 用Line 用Google Meet 或是用Teams 明治科大 是要用Teams 這樣子 都可以 我們可以盡量 滿足同學的需求來做安排 那課程非常彈性 你可以決定什麼時間 跟我講一下 打個時段安排 電腦打開就可以上了 這種耳麥一掛 就可以上了 好 我們今天就 剛好50分鐘講到這個地方 感謝同學 同學 我們明天 繼續按照 他的滾動式的調整 如果沒有滾動式調整 就是按照原來進度 禮拜二 應該會講到 回歸到 Colin Powell的 Leadership 大家都蠻喜歡的 後面會連續 兩天可能禮拜三禮拜四 或者禮拜四禮拜五 連續兩天 會講到Charlie Mike 因為目前還沒有找到 The Catcher in the Run 後繼的書種 同學介紹的這個 Pearl Buck 的書不錯 我會納入考慮 感謝同學晚安 我們明天再見